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建筑家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是日本世界级建筑师 虽然还没上过大学 但一出道就获得日本建筑界最高荣誉 后来他还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 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我们华裔建筑家贝育明也拿过这个奖 很多人嘲笑他没文化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名扬天下呢 读完这本书 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到 像安藤忠雄这样的世界级建筑大师 是如何自学的 其次我们还能了解到该如何欣赏 这位世界级大咖的建筑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 建筑家安藤忠雄的成长历程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影响最大的就是三个人 第一个是外婆 他把安藤养大 教他独立 安藤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商人家庭 两岁的时候 母亲把他交给了爷爷奶奶抚养 然后继承了他们家的产业 但是日本战败后 安藤的外公已经身无分文 只能搬到了大阪的一条老街 不久 外公去世 留下奶奶抚养他 外婆虽然家境贫寒 但对小安藤的要求非常严格 为了培养他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连安藤做扁桃腺手术的时候 他都要自己走路 严格的家教培养了他的独立精神 17岁就拿到了职业拳击执照 年纪轻轻就可以在拳击馆里打比赛赚钱 他可能一辈子都是职业拳击手 但是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安藤第六场比赛时 他遇到了日本拳击明星 袁田正彦 他现在才知道 自己和真正的拳王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他发现自己终其一生 也无法达到那样的境界 于是他决定放弃拳击 高中毕业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受了一份室内设计的工作 这是一个新的事件 不过他是没钱上大学的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建筑大师 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事实上 在安藤忠雄之前 日本已经出现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分别是丹夏健三和珍穆燕 但是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更容易被建筑家圈子所接受 像安藤忠雄这种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的野路子 也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从跟建筑有缘之后 他一边打工 一边偷偷去前进大学建筑系旁厅 还买了不少建筑系的教材 虽然大部分书他都看不懂 但他经常去夜校 所以很快就学会了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 直到二十岁那年 他发现了勒科布西耶的一本作品集 这本书终于使他找到了方向 而勒科布西耶 则是第二个影响安藤忠雄的人 他就是建筑方面的精神导师安藤忠雄 这个人在二十世纪初的建筑界非常有名 他提出住宅是居住机器 作为一座机器住宅 他只需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即可 这叫做功能主义 简单来说 就是将建筑中多余的装饰去掉 变成支撑结构 比如说 直接把柱子之类的东西暴露出来 作为建筑的外观 因此 科布西耶的建筑很有形式感 这让安藤忠雄很感兴趣 这一点 他深以为然 拿到书后 他就一直在临摹科布西耶的作品 这还不算完 他又跑去看了科布西耶 安藤忠雄的建筑风格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为了实地考察 他先是在整个日本游历了一圈 然后又去了欧洲 去了非洲 印度 东南亚 那个时候 日本的旅游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旅游的事情实在是太惊人了 为此 他不但辞掉了工作 而且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在游历世界的时候 他遇到了第三个给他带来巨大影响的人 切格瓦剌 切格瓦剌头上戴着五角星被雷帽 满脸胡须 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这个头像尤其流行 经常印在T恤上 在六十年代领导古巴革命 领导游击队对抗欧美帝国主义 让古巴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 还是成功的 所以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他特别崇拜 就连彭克西皮士也把他当成了精神偶像 安藤忠雄也是如此 在他游历世界期间 安藤忠雄亲眼目睹了 巴黎的一场革命 抵制主流文化 他加入了法国年轻人的游行队伍 扔石头的精力给安藤忠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他一直保持着与主流文化对抗的姿态 安藤忠雄在第二次欧洲之旅后 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藤忠雄之所以把自己和他的团队称为游击队 就是受到切格瓦剌游击队的影响 自1949年至今 安藤忠雄与游击队共抗争四十余年 他们在建筑史上创造了许多经典作品 其影响力也逐渐从日本大阪的偏僻角落传遍全球 战斗到现在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安藤忠雄一生的经历吧 奶奶赋予安藤忠雄独立的品质 在建筑方面 勒科布希耶是安藤忠雄的精神导师 切格瓦拉则让他敢于反抗 那么 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究竟有什么优点呢 是什么使他的设计在国际上经久不衰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他在日本建筑界获得最高荣誉的作品 筑集长屋 这也算是安藤忠雄的第一部作品了 那么 这座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安藤 接受委托时的社会背景了 当时 日本正经历着经济危机 人口密度过大 居住空间越来越小 很多人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 当时为了节约成本 日本建筑没有考虑到居住在里面的人的性格 所有的房子 都是一模一样的水泥盒子 将人和自然隔离开来 而这款产品的强大之处 就在于他既能节省成本 又能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安藤把房子分成了前后三个部分 前后各有一栋两层楼 中间是露天的院子 没有屋顶 中间二层有一条走廊连接前 后两部分 乍一看还挺通风的 但是因为房子中间没有盖屋顶 所以只要一刮风下雨 院子里就会滴水 很不方便 安藤忠雄难道就不知道 住在这里会很不舒服吗 他知道 这是他故意的 他把房子中间的露天空间称为留白 留出了这样一个露天的小天井 将自然引入建筑内部 住在这里的人 能感受到阳光 感受雨水 感受四季更替 感受大自然的温柔 感受大自然的严酷 舍弃安逸的居住环境 与自然亲近 以及在恶劣都市环境下 顽强求生的坚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欣赏这座建筑呢 第一点是使用了非常简单的几何设计 这种设计跟科布西耶的风格很像 都是长方形的 筑基品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密封的盒子 除了大门之外 房子的正面都是平整的墙壁 第二种就是直接呈现出清水混凝土的质感 该建筑的水泥墙没有贴瓷片 也没有刷漆 保持了墙面的天然质感 所以有一种洗净千华 反扑归真的美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表达方式 很多著名的建筑师使用过这种方法 比如广岛和平中心 丹夏建三 悉尼哥剧院 约恩乌松 第三是建筑内部空间的精心营造 几何结构和清水混凝土的使用 其实是一种非常克制的手法 如果没有足够的构思 很容易使建筑单调乏味 而对空间的精心规划 更能使居住体验丰富有趣 房子中间留白 丰富了室内空间的层次感 将自然引入室内 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只有独特的设计风格 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 那么安藤忠雄的主要设计理念是什么 首先 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 有一个核心理念 那就是在建筑上体现出 对抗主流城市文化的战斗精神 安藤忠雄把他的团队称为游击队 他们的敌人 就是那些片面 强调经济 而忽视生活 真正意义的都市建筑 更进一步说 他的敌人 仍然是这些城市建筑 背后僵化的体制和观念 这是什么概念 只讲效率 讲利润 学美国的城市建筑 这些建筑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科布西耶的功能主义的一个极端 因为功能主义建筑特别简洁 所以特别节省成本 在他们看来 只要能住得舒服 实用就行了 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赚钱 结果就是城市变得千篇一律 建筑都是方方正正的 大同小异 虽然安藤忠雄也赞成建筑 要节约成本 减少装饰 但是 他并没有失去对人类的关怀 那安藤忠雄呢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商业作品 Times这个词 在英文里就是Times这个词的意思 可以说是安藤忠雄 与城市制度之间的一场较量 Times是日本京都第一座购物中心 位于日本 京都有一条名为高赖川的运河 是日本时期开发的 安藤发现 京都的现代建筑 都是用贝壳建造而成 将高赖川和建筑隔离开来 安藤忠雄认为 日本当时只是学习而已 方先生的都市规划 没有考虑到日本人的需求 反而变得不伦不类 就拿城市广场的设计来说 安藤认为 公共广场在西欧有很长的历史 但在日本却没有 对于日本人而言 像日剧深夜食堂这样的小巷深处 才是最适合聚会的地方 因此 他为商场设计了许多狭窄的通道 和精致的平台 使每一层公共空间 都有一种街巷的感觉 以回应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但是 建筑师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 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商场业主及政府行政部门 对安藤的设计 提出许多批评意见 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个是管理上的问题 把河水引入商场 增加了业主日常维护和管理的难度 一些一楼的商家 甚至担心大雨 会把河水淹没 第二个问题就是 要把高赖川引到商场里去 就必须要把沿河的堤坝打掉一部分 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既没有先例 也不符合建筑法规 第三点是安全问题 政府发现 安藤世界的商场水岸没有护栏 担心儿童溺水的安全隐患 其实安藤早就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他仔细地计算了购物中心的水岸高度 以确保下雨时 河水不会漫过金山 至于政府的批评 安藤认为这毫无意义 由于改变堤坝的形状 引入河水并不会损害公众利益 溺水的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栋楼里的河水 只有十几厘米高 面对这些批评 安藤忠雄采取持续游说 始终坚持己见 最终使建筑方案通过 这次的设计经历 让安藤忠雄对现代都市的传统观念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安藤忠雄试图通过建筑来挑战 并更新这种观念 除了战斗精神 安藤忠雄还想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 这一理念 我们可以从他另一部代表作品 《本福寺水玉堂》中看到 这是一座建在本福寺后山的 小山坡上的寺庙 想要进去 就必须绕过这两道混凝土墙 沿着铺满白色碎石的小路往下走 你会发现一座淡形水池 水池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莲花 莲花池的中央有一条楼梯 通往地下 再往下就是水玉堂了 在我们印象中 佛堂一般都是平地搭建 由木头搭建而成 屋顶铺着琉璃瓦 但是本福寺的水玉堂 却是建在地下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顿时遭到寺院住持和信众强烈反对 眼见项目无法继续 委托人找到了日本著名高僧 莉花 大规是他最后拍板同意的 项目才得以顺利进行 那么高僧究竟被什么打动了呢 其实真正打动高僧的是这座建筑 他真正还原了最初的佛教理念 在构思这个项目时 安藤忠雄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出国旅行时 曾经在印度看到过满池塘漂浮的野生荷花 在佛教观念中 莲花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象征 那么能否回到最初的佛教思想 用莲花表达众生平等呢 安藤忠雄认为 传统庙宇的巨大屋顶 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他想要打破这种模式 所以他建造了一个池塘与地面齐平 象征着众生平等 象征着众生与圆满 为了增加朝拜的感觉 他用两道水泥墙 隔开了通往莲花池的道路 想象一下 当你走下楼梯时 感觉像是在一步步向水底走去 当你向下走时 莲花池好像在你头上一点一点地上升 闪闪发光的池水 渐渐从你眼前消失 在楼梯两侧 你只能看到一堵 朴实无华的混凝土墙壁和楼梯 安藤忠雄有意安排这种体验过程 让清水混凝土的质感 与感官体验完美结合 让人有一种心灵沐浴的感觉 在水域塘里面 他用屏风和柱子 把房间分成内外两部分 佛像安放在靠里的地方 把佛像和信徒隔开一些 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 距离产生美 为了营造西方极乐世界的意境 安藤忠雄安排佛像坐西向东 身后开一扇 珠漆窗户 当光线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时候 整个佛堂都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当信徒们跪拜时 抬头看见若隐若现的佛像 仿佛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这种精神体验十分强烈 从建筑形式上看 本福寺水玉堂 与以往的高大寺庙 截然不同 但就建筑精神而言 本福寺水玉堂 又是传统建筑 它回归到佛教精神的本源 安藤忠雄对待传统的态度是 打破传统 回归传统 问一句话 在传统成为惯例之前 它是怎样的 然后再从内在 汲取传统精神 并加以运用 最后 让我们回顾一下 读完建筑家安藤忠雄的书 收获了什么 第一 我们了解到安藤忠雄一生中 最重要的三位人物 奶奶赋予安藤忠雄独立的品质 在建筑方面 勒科布希耶是安藤的精神导师 切割瓦拉则让安藤忠雄 有了一种斗志 第二 通过两件作品案例 我们可以了解到 安藤忠雄的三大设计风格 几何造型 清水混凝土质感 以及建筑空间的巧妙营造 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设计理念中 了解到两点 第一个方面 是与主流城市文化抗争 以改变社会观念的斗争精神 第二点 就是要在现代生活中 运用传统的精神 今天 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世界级的建筑界 大牛安藤忠雄 当你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书上的观点 来欣赏他的建筑